带领关心交通意外 台中市一辆公车在左转的时候 撞上了一对正要过马路的夫妻 两个人都被卡在车底下 紧急救出之后 丈夫的伤势严重送医急救 而外籍配偶伤势则是较为轻微 意识清楚 台中市双十路和锦南街口 统联客运公车撞到行人 交互车火速抵达 由于伤者卡在车下 临近国宅举光星辰 主委迅速冲出来仔细认 是不是国宅的住户 结果不是国宅住户 被撞的是一对夫妻 81岁的老先生 以及59岁的外籍配偶 地上留有老先生的拐杖 眼镜以及鞋子 前方初步判断公车司机 没有酒驾也没有超速驾驶 是不是有闯越红灯 还要后续鉴定 但是伤者老先生 宋一时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急救后恢复血压心跳 太太则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明事情有许敏航 曾金山台中报道